今天和大家介紹的是老鏡頭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的Frankie 現代鏡其實是很優質的 耀光、D-Fact 全部都撿走了 好不是不好 不過很多時候拍出來的照片 有些千篇一律 拍出來的照片很有把握 但每件事都沒有一個驚喜 沒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可能會說一些老鏡頭 其實在這方面可以拍出來的氣氛 補償了這個不足 老鏡頭著重的是氣氛、感覺、層次 不是追求銳利感 很多時候有朋友跟我說 他說不是不想選擇老鏡頭 只不過很多時候不知道怎樣去選擇 什麼情況之下是正常 什麼情況之下是不合理 這個情況可以給大家一些顯示 一般老鏡頭 其實同一同都說了幾十年 這麼久的老鏡頭 一般來說會有塵 這個就不用說了 始終是使用過一段時間 只有空氣的地方就會有灰塵 另外就是這麼久的鏡頭 很多時候都是會擦過的 變成在擦的情況之下 會有些擦的痕跡留下 亦是因為塗膜有了這麼久的時間 那個塗抹下去 容易損壞到本身的塗膜 所以一個老鏡頭 有時候可能不只擦過一次 可能擦過兩次或者更多 變成有機會 因應不同的鏡頭的情況 擦出來的效果會有不同 變成選擇的時候就會留意 一般只會影響到影的情緒 其實影像方面不會有影響 所以選擇老鏡頭就不用太介懷 如果有時候我比較便宜 可以選擇這個 可能玻璃的情況不太漂亮 也沒問題 因為拍出來是不會影響到效果 至於運用方面 因為早期的老鏡頭 動幕是比較沒有那麼厲害的 相對來說 對於耀光或者光線 會比較敏感 拍攝的時候 我個人的經驗 可能會減回EV值 會低一點 偏暗一點 之後會在Light Room 或者Photoshop 再推廣光 這個做法會比較好一點 拍出來的照片 然後顏色會比較濃郁 這支是Lighter鏡頭 是Summer 50mm二光圈的鏡頭 這支鏡頭是由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生產的 你現在看到這支其實都很漂亮 它是亮亮的 這支鏡頭已經沒有… 那時候是沒有補充的 變成了… 這個是比較油化一點 比較軟一點 也是鏡頭比較細小 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縮進去 縮有時候更加細小 好,如果是用Lighter鏡頭 是不會撞到菲林或者感應器 其他機器我就不敢說了 但如果是Lighter鏡頭的機器 是沒問題的 是可以縮進去 也不會撞到有關相機的部分 另外一支是由1949年到1960年生產的 這支是Lighter鏡頭的Summerweed 是50mm, 1.5mm 那當時1.5mm已經是大光圈了 那這支鏡頭的補充是有的 不過是比較薄一點 那這支也是很有特色的 因為當時也是老鏡頭磨的時候 是這樣真的磨出來的 磨鏡片的時候磨出來的 變成在背景虛化的時候 它有一點旋轉和輪狀的感覺 這些都是老鏡頭拍出來的 畫面的特質 有時候背景配搭得好 可以真的很驚喜 這個也是一個螺絲蝦 其實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其實加一個L39 去M的搭配器 本身也很小, 價錢也很便宜 無論是原裝Leica或者是後市場 都有選擇 然後這支是Summercon 50mm二光圈的 這支鏡頭是第三代 是由1969年到1979年 我們稱之為高腳的 因為在邊的位置 比較厚 這支相對前面這兩支來說 比較現代 它會拍出來 會實淨一點 依然有一些老鏡的感覺 顏色濃郁, 有層次 尤其對紅色、綠色的時候 它的反映出來的效果是非常迷人的 很多時候我們都很喜歡這支鏡頭 如果你對這個老鏡頭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到我們尖沙咀 或者旺角門市 親自去感受一下, 試影一下 如果你欣賞我們的影片 希望你給我一個讚好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再見